你看除了我们刚才说自学直考 自学直考什么概念 就说你自个儿学也行 不去上驾校学 只要你认为学好了 你好 你到那个交管部门组织考试去 你考过去就给你驾驶执照 就你又不知道上驾校 去不去都行 这是一个明显的改革 这一下子把这个环节切断了 那么驾校就无法成为垄断的卖方市场 再第二个呢 他说到自主预约考试 就是呢我这边学完了呢 我可以跟那个车管所约 我哪天就参加考试去 这样你就可以合理安排时间 你不像原来在驾校里边 考试都得他给你安排 他说什么时候考什么时候考 有时候呢你不打点道了呢 迟迟不给你安排比试 安排完比试不让你上车 你上车完之后不安排考试 你没招你可能就害得纵领 所以这自主预约呢 实现了呢买方和最终 发放证件这一方直接的对接 这叫自主预约考试 还有一个异地考试 异地考试这个我认为特别合理 就是说你看假如说北京 考车本的人特别多 那么离北京很近的 咱假如说廊坊啊 河北一些的就舱着我 人家那个考车本连不多 那好 我北京车主我上那考试的 只要我在那通过了 这边一样给我发假照 所以这三条改革措施 那么最快的自学直考 有可能从今天七月份 就开始推进 这可以说都是抓住了 那么眼下架考市场的 一些弊端的命门 那么我们现在说 这个自学考试 是不是说这个直考 就像说这措施一般不 大家都可以欢欠鼓舞的 不上家校去了 还不是那样 因为虽然道路安全交通法 没有规定 必须到驾校去 但是它对于练车过程 它有个规定 现在咱们的道路安全交通法 里明确规定的 你要学车 必须在公安机关 指定的道路和时间点上 就是你不是什么道 你都能上的 你必须公安机关指定的 这你可以学车 在时间 不是说你是早高峰 晚高峰你都能学 这公安机关也给指定时间 指定的道路和时间 这是一个 第二个必须有教练车 你不能是你开着 你自己是新买个私家车 我就去 这不行 第三个车上必须有教练员 就你不是一人练 你得有教练员 坐副驾驶那帮你忙 指导你练 那么如果我们这么看 眼下推行自学指考 有很大的困难 什么困难 咱们一条条说 首先一个指定的道路和时间 这一块 就是我们练车 到底在哪个地方练 为什么很多人必须得到驾校 驾校有练车的场地 那么公共道路 你想找个练车的地方 很困难 你说早高峰 晚会不能让你练 白天可能很难 那你后边也练一下 你还睡不睡觉了 所以这个时间节点很难 再一个道路本身 指定的道路 那可能就是郊区某一个地方 很偏的地方 咱们现在说公共道路 能让你练车的地方 少儿又少 美国是什么方式 往往圈出一块广场来 专门供你练车 亲亲朋友 谁来帮你练都行 所以真要是 给你指定这个地方 往往会给咱带来很大的不变